今天我特地找了这个网红专家张佳玲 跟我一起来解答这个问题 大家好 范姐好 佳玲啊 你自己是网红 而且我知道你很多次去中国嘛 观察这个中国的网路生态 那我在看很多次分析都在讲 现在中国很多这个网络上最爱国的 这一次出征美国NBA的主力 就是饭圈女孩 以前这些网军不是都叫什么五毛小粉红吗 怎么进化成这个饭圈女孩 这什么东西啊 好 我来解释一下 这个饭圈它就是粉丝文化的意思 这个饭就是粉丝的意思 那这个圈就是群组的意思 那它原本的意思就是对某个明星 很狂热的这个粉丝族群 但是你也知道最近这个反送中运动 白热化之后 像之前中国有很多偶像明星 像是张艺兴 王嘉尔这些人 他们纷纷在美国的社交平台IG上面 他们就留言说他们支持香港警察 但是同时他们也受到这个大量的负面批评 但是在中国的这个IG其实是打不开的 所以他们的粉丝就随即就翻墙 出来到他们的IG留言反击 那为了捍卫他们的偶像 所以他们就特地出征到海外各个社交平台 用大量的口号表情包漫画图片 去占领这个讨论区 所以他们就被称为是饭圈女孩 这个比起这个嘴巴说不要 但身体却很诚实 这NBA男孩这些这个挺起腰杆来的 这个饭圈女孩看起来很有gots 对 没错 底子NBA是工作 看NBA是生活 像中国的网民 还送给那些去看NBA的中国球迷 一个词叫做贵族蓝海 下跪的跪 篮球的蓝 好酸啊 不过我以为这个追星的粉丝 对政治都比较无感 就是偶像归偶像嘛 政治归政治嘛 好像而且这一群米粉 不是以前被称作这个脑残粉吗 现在怎么这么热衷政治 其实不难理解 因为现在在中国的氛围 就是你捍卫偶像 就等于你在捍卫自己的国家 那自从这个中共当局 她们点名表扬这些饭圈女孩的 爱国举动之后 整个饭圈就开始走向一个政治化 那从此之后就完成了这个脑残粉 跟这个民族主义者的河流 那饭圈女孩 她们就把这个爱国当成是追星 我们要爱护我们的idol 就跟爱国一样 所以我们要守护中国 我们要守护我们的阿中哥哥 一起帮这个阿中哥哥打口加油 这实在太有趣了 因为以前都是称呼 我的祖国母亲啊 就现在居然把这个中国 拟人化变成阿中哥哥 这听起来有点像在叫这个 欧巴的感觉是不是 但是现在这些饭圈女孩 攻击的对象很多都不是娱乐圈的 这些这个饭圈女孩 打击这个娱乐界 我相信很有威力啦 可是跨界去打NBA 为什么会这么有效率啊 这我就不懂了 这个就要归功于 刚刚讲的这个阿中哥哥 他利用这个粉丝的心理呢 把这个中国打造成一个 捍卫偶像的氛围 那饭圈女孩的出现呢 可以看多是近几年诞生的 这个粉丝民族主义 加上呢网络上就出现了 大量的这个爱国的民营图 让饭圈女孩来告诉你 什么是规矩 什么是体统 那他们成功呢 就把这个具有攻击性的 这个中国民族主义 跟这个偶像妹弟做结合 那各种保卫阿中哥哥的 出征行动就出现啦 所以他们就出现 像新时代红卫兵这种 举报 批斗 人肉搜索 这些反送中运动支持者的 个人资料 那这些呢 饭圈女孩他们也会彼此告诫 彼此说 你不要去跟那个反送中的人交谈 不然你会被洗脑 总之呢 这些饭圈日常的这个 这个打板 仿黑跟控屏的 这些训练呢 换个对象就可以啦 等一下等一下 你我们都不是饭圈的 你这样讲太多术语了 你解释一下 他这个平日训练是怎么做的 那感觉可以让我们这个 台湾网友来参考一下吗 看看将来能不能在 舆论战场上练兵 来对抗这个资讯战跟这个假新闻 好这基本上呢 这个饭圈的粉丝呢 他们的日常呢 都是有组织的在打榜 那这个打榜呢 就是把粉丝呢 推到这个榜单的第一名 那反黑呢 就是他们会集体举报 对这个偶像不利的言论 那控屏呢 就是控制评论 他们会用来进行 这个网路舆论的控制 让自己的偶像呢 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 那这些呢 都是饭圈的基本的知识动作 这些都是来自饭圈的概念嘛 但是起底的行为很凶猛哦 而且他们很喜欢抓内奸 抓那个住在中国 大陆内部的这个网民 有不爱国的这个言论 那进行公开举报跟肉搜 很多人就会因为这样工作 做不下去 亲朋好友也不来往 真的蛮恐怖的 真的很像这个文革收的红卫兵 对啊 但是这一次的事件呢 跟过去这个台独周子宇的事件 还有过去这个地霸出征的 象征跟形势 其实很不一样 以前呢 都是这种复制贴上 这种大洗版的模式 但是呢 现在的相关的文章呢 一出现都是爆款 非常多人在看 因为这个饭圈出征的行动呢 他们其实是非常的 具有高度的组织化 而且呢 同时也带有这个商业价值逻辑 他们非常的在乎这个流量 所以你看啊 这个粉丝呢 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时间 用在这个打榜 就像打造一个流量明星一样 去打造这个 中国女人化的阿中哥哥 所以他们会主动投入到 这个数据的生产线 去创造高升量啊 高流量 那中国呢 在排行榜上面 一定升量都要战胜这个香港 还要超过美国 这样才代表着他们的胜利啊 那这个社交媒体的改变呢 也改变了这个民族主义的形式 那形成了这种比较另类 又带有中国特色主义的 这个饭圈文化 这种叫胜利啊 这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吧 而且我发现很容易受伤耶 就是我们常常讲 这个玻璃心啦 你举翻所有的政治经济活动啊 体育赛事到电玩游戏啊 都有无数的中国人 这个民族主义过敏症的发作 以我们台湾的标准 实在 我觉得没有讲什么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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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粉丝的思维里面呢 这个偶像呢只能被维护 但不能被质疑啊 像这次NBA这个火箭总管的言论风波 之所以会那么的引人注目呢 其实也凸显了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饭圈女孩的认知了 他们的事实 他们原本认知了这个事实跟价值观 其实跟外面这个自由世界里面的价值观 是完全冲突的 比如说呢 他们就认为这些香港的抗议民众是暴徒 是恐怖分子 那所以呢 他们也就认为说 你支持这个香港的美国人 都是支持恐怖分子 所以他们就站出来支持说 我们支持911的袭击 那意思就是说 好 那你们支持恐怖分子 那我们也支持 那这是我的言论自由 那导致说这个言论自由的底线啊 领土的主权问题啊 伤害民族情感 都可以变成扣住 每一个人言论的这个大帽子 那现在看起来呢 在中国爱国 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了 你现在想想看 在2014年的时候 这个爱国还没有这么大市场 当时这个共青团中央 在微博发起跟国旗合影的活动 还没什么人要参加耶 才几年不到耶 这些中国年轻人是怎么样 就变成这么狂热的爱国主义啊 其实这跟中共 他们的宣传部门的战略的条件有关 那因为他们现在的舆论呢 其实舆论自由是渐渐在这个线索 所以你在网络上看到 这些不爱国的声音呢 其实都会被封锁被消除 那中国呢 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会用这个流行文化 跟社交媒体去引导公众思考 那纽石呢 他最近就报道说 现在在中国的社交网站 像是微博啊 微信啊 抖音啊 这些呢 你都可以看到一些用户 他们会在自己的个人资料上面 放自己的中国国旗的照片 那还有爱国的一些首饰物呢 也非常的流行 那明星艺人啊 跟一般的网民 他们都会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面 上传自己比爱新的首饰 像中国表达热爱的影片 那最近这个中国的国庆献礼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的MV呢 甚至在这个腾讯视频上面 已经被播放了7300万次 我有稍微看一下这个 我跟我的祖国啊 这个跟以前这个喊口号啊 教科书式 这种爱国影片 真的很不一样了哦 他这是在展示北京奥运啊 英国将香港这个主权移交中国啦 那中国首次进行核试验啊 这些很让人骄傲的这个历史时刻嘛 那电影的同名主题曲 还找来这个王菲翻唱哦 就难怪说这个中国自己的年轻人 都自己在讲啊 他说哎 祖国好像越来越擅长 跟年轻人沟通了啊 对啊 你看这中国呢 它虽然很难扭转 这海外对他们的负面印象 但是在他们的严格的审查制度的同时呢 这些当红的艺人 还有善于操纵这个舆论的互联网公司呢 就成为他们最好用的这个国家机器 那反而呢代替这个中共呢 告诉中国人民说 你应该要怎么去思考 哎 这样下去哦 这些被爱国教育灌输的 这些中国年轻人 未来动员力好像越来越强了 哎 那我自己私心问一提好了 如果被这些饭圈女孩啊 或小粉红攻击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我觉得呢 这题很难 因为他们通常呢都比较不理性 反而呢你的反应越来越大 他们是越来越开心 还是说呢 范姐 我想到 你可以考虑组一个饭圈男孩 来对抗他们 我觉得不大好吧 我觉得这样操纵舆论 有为民主原则 而且这个对中国自己也不好啊 他们把自己这个国内的 温和派的声音全部都杀光了 变成这个一言堂 那这个国家还有反省的能力吗 而且呢 所以我还是觉得 大家来称赞我很美就好了 你对这个饭圈吃爱国有什么看法呢 非常欢迎大家到粉丝页上来 跟我们讨论喔 记得去唱赞我很美啊